把对线泽拉斯 手非常长这个英雄 很长的手 直接交一个技能 放在兵线上面 当如果对面不站在兵线 里面我们也把技能放在 兵线里面 知道为什么吗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不要压太深 太深的话 他就不会被小兵打他宁愿 辣刀 也不让小兵消耗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压他了 这个时候全力让小兵输出就行 第2波继续推薦 不要 不用打他 不用打 来了 你叫闪开啥小老弟 闪现炫富吗 因为我当我 切翻切翻切换了一下面板我发现 人马没有带闪现 这一波我直接果断 QA接W接 平A 打出伤害 完成一波极限单转 直接推 当我们把双招 交给了人马的时候 那接下来游戏 体验就变了 接下来咱就直接推陷 回家 下路好像没什么机会 下路疯女的话没什么机会 先回家买个装备 嗯 有喇叭的朋友发个大喇叭啊 斗鱼 智勋开播了 直接回中 虽然说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敢在南刀空眼皮子底下 这么浪 可以 漂亮 直接回中 嗯 今晚有什么节目 来了就是节目 直接推线 嗯 有点翻墙 Q接平 交闪不上江湖规矩 好 他没闪了 没办法 他没闪了 嗯 我们直接推线 没有管 我们不要想着去杀对面 这个 现在都S11了 现在想靠单杀来打出优势 其实不太好打 这个赃经验有一手 我操你他妈是真地 穿墙 那你不敢打 打不了 这你不打他 我这一波有点燃我就直接跃他了 我好这个皇子他赃我经验兄弟吗 但是我没有证据 先推了明后天有节目啊今天晚上也是有节目的 啊 明天 绊绊小姐后天 跟呆哥一起双牌 整活 这就是解默讯的吗 先回家一波 回家先买两个常见 为什么要买两个常见 肯定会有谁又会问 因为我知道 泽拉斯的没有闪 所以说这一波 我是奔着单杀他的 他去的 所以说我就没必要 带 出血 好吗 因为这一波我是准备要单吃他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出伤害装 如果这一波我是准备游走的 那不一样 感谢小新门口有人 送了一个性感大飞机 限推了 有时候晚上能冲个分吗 你要想看 我可以撑 问题不大 差个眼 好 马上六级了对吧 咱们再补一波兵直接升六 然后直接站在F6这个位置 短眉偷人 思路很清晰 人不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 思路已经想好了 或者说我直接翻塔 骗对面技能 就现在我的脑袋里面已经转出了两个弹杀他的一个 思路 这就是王者 他好了 5秒钟 他死了 这个人没有闪现 翻墙骗技能 好 W 直接死不死直播吃屎 看到没有 思路是不是很清晰 这墙别翻 这几组墙 非常有机会可以单吃他 你看这一波 我直接翻墙 这个时候 是个正常人他都会 手忙脚乱 对吧 不知所说 你会发现他放了一手一级的 对吧 如果中了 也 中了无所谓 因为没伤害 不中也无所谓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血 没有用 翻墙 就他不管是中还是不中 他只要把这个技能放了 我接下来一套WQA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打出所有的伤害 完成一波单杀 你能听懂吗 听懂的朋友扣个1 锯齿短 接下来我就要游走了 CD节买一个 接下来 我就不想要杀他了 第一我没有当 第二我没有点燃 这个时候我就要把鞋合一下 开始游走 这个来 他不给来 那没办法 直接往下靠 三个人 看见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老鼠在勾引 跟队友打个信号 很好 翻墙 看好我的位置 好上当了 好 QA W交不交闪 不交闪 他死了 漂亮 等一波到 这个人的话是没有闪现的 W 好那他死了 来 翻墙 W闪现 QA 交闪 直接打出被动 完成单杀 这一波你 失了没有 嗯 好 别慌 千万别慌 兄弟们 翻墙 杀不定 都好 翻墙 回马墙 王子这里不上 没药的 你他妈的是真真的怂的 他没药呀 你怕什么 不是这你怕啥呀 没必要怕的呀 站锤来一个 有时候好怀念主播以前呆呆的样子 现在不呆吗 直接走 看来大家还是有那种怀念 怀旧风 喜欢那种 怀旧 可以 直接 人要向前看 难听懂吗 人要向前看 你往后看 不太好 好 先推了 嗯 蓝要向前发展 一刀不拉 十秒钟大 大招cd挺快 这里一个 这个墙翻不了 这个墙的话 这个 绿线的话 还有一点时间 这个墙也翻不了 红蝎的话 是刚刚翻的cd 还有很久 也说这一波 如果我想杀他 好 他死了 翻墙 咱们 叫啥不啥 江湖 归 保留了 还没啥吗 呃 这个人他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翻墙 支援一波 吃个啥 别急 很好 下路应该有机会 但是有个小法师 如果咱们跃塔的话 有个坏处就是 可能在塔下动不了 所以说这一波咱们直接回中 直接 嗯 嗯 这不是黄色吗 这是绿色 这是绿色吗 没错的呀 直接推线 线推了 吃塔皮 22秒大 cd很快 兄弟们 人马的话 这一波有双buff 勾引一波 W假装打不过 QA 打个被动往回拉 可能有大 翻墙 好 上当了 点来放上 W AQA 可以 没有大招 我是你哥 第二段W没打回来 不然的话他死了 呃 直接回家买个木刃 可以 呃 人马 终结我 可以 我记着了 向前是那个钱 前方的钱 不是那个人民币的钱 信得吗 好吧 太低俗了 虽然说每个人都 都爱钱 但是呢 咱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 咱如果把钱看得太重了 那咱粉丝 有时候打粉丝团 打这个粉丝节 吐个啥呢 又不赚啥 漂亮 翻墙 直接推进 呃直接推 这一波能支援吗 好像支援不了 哎好像有机会 走拉斯有机会 来来来 W他没有闪他死了 AQA 300块拿来 继续推薦 吃塔皮 今天晚上的话会给他推荐一个手机 现在吗 但是这个手机跟普通的手机不一样 现在吗 啊 等一下给你看了你就知道 是什么了 先卖个关子 把兵线推一下 别急 嗯 很好 所以说主播能借我钱吗 呃不能 谈钱伤感情 是塔皮 我可以借你钱 但是我想到后果了 因为我会想到你不会还我 这样的话我就损失了一个朋友 其实 会很亏 W QA 直接带走 翻墙 走拉斯没有闪 看下他们阴他一下 W A 减速 QA A 看到没有 这个减速暗行者之爪是位移 我这个是减速 能听懂什么意思吗兄弟吗 相对 距离来说是一样的 一个是一段位移一个是一段定步 吃塔皮 感谢 数字哥送的飞机啊 直接推荐 我觉得我的手感回来了 别看我打并有局 但是我觉得我的手感回来了 看我的KD 很好 简单 翻墙 翻墙 你三天之内必得 高烈 刚烈 搞烈 那没办法 这一波跑不掉了 刚才这一波如果想跑的话怎么跑呢 好像跑不了 除非往这边烦 烦 往这边烦 然后但是下路两个人在 就是也就是说这一波怎么翻他都得 翻没啥 早上不一样兄弟们 你看早上我打的也是这个号 但是我的战绩很差 因为咱们思路很清晰了 因为我知道我的每一步要干嘛 比如说这个点我们拿到了这些装备 这个时候我们干什么呢 没错 脆皮在哪 我就在哪 基本上两个技能一个头 他死了 翻墙 WQA 先杀一个 威恩 他以为他跑掉了 翻墙 A QA 伤害很高看到没有 我只要一减速他动不了 溜了 回家 回家买个装备正好插个眼 回家换个扫描 回家 上分是很快的 不要觉得我现在这个分段可能 可能说我号掉断了 对吧 但是只要你的手感一好 连胜上分很快的 一把加20分 你赢个五把就一个段位了 你想一下五把一把半个小时 对吧两个半小时 我一天直播六七个小时 只要连胜就行 上分很快的 音响 他死了 翻墙 WQA 我失误了 我大美好 我大美好 大好他死了 对了 我跟你这么说就现在我这个状态打钻一局 照样是吐叉你信不信 你肯定觉得我是吹牛 你会发现我现在讲话的底气都不一样了 跟下午打游戏一样 下午你会发现我打游戏 会让微微缩缩的 讲话都很小声 没有自信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自信 一个没有自信的男人 知道你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他喜欢吃 对吧 对吧 现腿了 回家一下 哎呦我这个钱有点多呀小娘 火魔切都合了 那我就没必要出这个装备了 咱们下一件买个夜刃 夜之风刃买一个 长剑再来一个 我到时候这个的话可以和清雨也可以和黑切都行 怎么会是吹牛 呃VN的话有邓弓 这人的话有中亚 辅助的话是出全路 那只能杀辅助了 没办法 辅助不在去上了 别急 直接推荐 看到小法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盯着小法杀 翻墙 W2QA 隐身 A 好 A Q A 随便杀 翻墙 翻墙 QA 看到伤害没有现在 看到我的输出没有 推他 呃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我会说继续推 我的 答案是 不推 杀 下路 当这一步我可能打不过他因为我没有打他有盾弓 能见到吗 别跟他打 他肯定不怕我 但是他上当了我只能这么错 我一直在续被动看到没有 我一个W3秒 我被动可以持续6秒也说是3秒之内我有3秒钟可以再放第2个只要在 3秒内能放第2个技能 我就可以倒出被动 完成 残长 翻墙 伤害很高 翻墙 伤害 伤害非常夸张 看到我的输出没有 看到了 推他 思路是不是很清晰 没有犯什么事物没有什么犯病的操作 对不对 咱拿个红buff 要投降了 那就没啥意思了 投降那没啥意思 嗯